佛说每一个往生的人 过去身中 深深深深深 他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这句话说的好啊 让我们知道 我们善根佛的深厚啊 过去身中供养 无量诸佛如来 今天听到这个话吗 得无量诸佛如来 为神的加持 让我们立刻就相信 立刻就接受 毫不怀疑 那我们善根佛的应用 还差一点 跟那些人比 不足 那怎么办 这一生当中 想办法把它补出来 不是没有办法 善根佛的还差一点 不什么有 有 那差一点的人 很多啊 念佛的人有多少 到最后往生没几个 六十年前 李老师告诉我 他举台中联社的例子 台中联社是他创办的 在那个时候 盛况空前 联社的联友 有二十万人 道场不大 道场不大 信徒有二十万人 非常口感 我在那边住了十年 我离开的时候 那就是二十多年了 联社有二十多年了 信徒有多少 有五十万人 老师告诉大家了 我们同联友啊 同修啊 真正往生的 一万人当中 只有三个五个而已啊 不是通通的往生啊 那这什么原因呢 就是善根佛的音乐 不足啊 不够啊 不是没有 有 不够 我也是其中之一了 那净初相闻也相信啊 求不求往生啊 嘴里说往生啊 心里头放不下了 我用什么方法 把它补足呢 用金教 每一天 在大臣经教里面学习 学了多久 学了三十年 才真真相信了 真真接受了 真真明了了 花三十年过不 所以 这男性之法一句 我体会的非常深刻 我学佛六十多年了 三十年才相信进度 贪火容易啊 还有人学一辈子 到最后还是搞六道轮回 老师给我们说的话 六十年级 那今天呢 今天我说呢 一万个念佛人当中 大概就一两个往生 六十年前的 是三五个 现在大概就一两个 我用金教花三十年 补起来了 现在的人的时候 可以用三年的时间 把你不足的善根福的应用 补起来 用什么方法 老师念佛 就念这一句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一句戒对一句 你念三年 就能够把叙事 所缺的善根统统补足 补足 你就决定得神 三年时间不长 我怎么知道 我在净土圣贤路里头 看到的 在网生传里面 看到的 还有 在我们现前 网生同学身上 看到的 这个不是假的 三年的时间足够了 一千天 老老实实 放下万元 老实念佛 念三年 你的叙事 善根福的应用 不足之处 统统圆满了 统统不足 往生这个念头 恳切 你就决定得神 听了 打招呼 到 叙事 我 我 唯 似